世界是您的 也是我的 但是归根结底 还是属于那些身体好 活得久 大家好 我是尹燕 我今天已经45岁了 当然我们今天的寿命大幅都延长了 所以45岁还很年轻 可如果你要是在比如说唐朝或者是汉朝 45岁的时候可能大概率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 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活一个世纪 就都是要面对一个百岁人生 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确定一个人的年龄 如果你不给我您的出生证明 比如说出生医学证明或者是身份证 就让我比如说用您的血液或者是其他的指标 包括看你的古灵 我能准确地测出您的年龄吗 成人以后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包括古灵 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也就是说 全世界其实你想有这种身份证系统 也就是几百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不太能够太多的准确地预测 比如说超过百岁人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检测出来 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年龄和我们的生理年龄是不一致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就说抽血吧 抽血里面有一个指标 是可以看我们所谓的生物学年龄的 我们可以通过表观遗传学 去看我们血液当中一个叫假计划程度的指标 但是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状态下抽血 您猜猜这个之间的误差有多大呢 胜负可以三年 甚至在极端的条件下 胜负可以达到七年的时间 换言之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碎得好碎不好 我抽你那个血 最后得到的结论 大概都是不一样 再往细地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所有的器官的年龄也都是不一致的 比如说很多人特别觉得自己的胃口好 它的消化功能特别好 但我们做了一些科研 很有趣的发现 如果你的消化功能特别好 你的肝脏可能就负担会重一些 所以肠子年轻 肝脏会变老 为什么 因为你吃下去的东西很多 要依靠这些肝脏去排斗解读 所以要好好爱惜你的身体 包括身体的每一个部件 不要特别的偏科 就算今天胃口特别好 吃七分饱 其实对各个器官反而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我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 我吃点什么才能对胃好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什么都不吃对胃是最好的 真正养生的方法 看一看其实都不太花钱 比如说调好嘴 什么叫调好嘴 以前都说管住嘴 我们有没有可能 即使吃的东西没有变化 但是我让你进食的顺序发生变化 你相不相信 大家最担心和关注的那个血糖指标 就有所改善呢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 我们一般可能会先上一些荤菜 但是大量的营养学生就告诉我们 应该先吃一点青菜 先吃素的 先吃一点沙拉 甚至水果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应该把水果前置 然后在你的胃里面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 我们说对我们下来的糖质吸收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缓冲体系 所以你的口感其实还没有变 你吃的东西的肿力也没有变 仅仅是顺序不一样 那你可能你的整个的血糖耐受 饭后的这样的一个血糖的曲线 包括整个胰岛素 胰高益糖素的曲线 都变得更加的平衡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 不是简单的管住嘴 而是希望大家能调好嘴 接下来其实就是迈开腿 这里所谓的迈开腿 饭指我们要动起来 首先我推荐所有的人在饭后 都应该尽量争取能走一个五到十分钟 而不能走太快 这个可能会对比如说消化系统会带来一些负担 但是还应该保持一定的速度 因为你要告诉你的身体 你好像还在做一些事情 这个时候就比你刚吃饱饭就去那躺着 我们看到了 我们掺和血糖的变化 就因为你走着这五到十分钟的步 而变得更加的平缓了 这对我们的整体的控制血糖是有好处的 而每天每一个人 大家一般会说要走一万步 实际上大量的证据告诉我们 七千到九千步就足够了 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跑马拉松呢 我并不推荐 我们每个人都该运动是对的 但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要从事同一种运动 尤其是极限运动 每一天比较有节律的能够让自己进行一部分的有氧 甚至是无氧的运动都很好 更重要的是 你不应该是 比如说上班的时候都坐着 下班的时候再去锻炼 应该把我们的运动 能够混合到我们的这种上班的工作的 休息到这些间歇当中去 坐久了就该站起来溜达一会儿 开会 特别是开电话会 为什么不能走着开呢 还有 其实挥派运动 在中国是比较实际的 包括乒乓球 包括羽毛球 有条件的也可以打网球 当然 如果你特别有条件 我推荐您考虑一下游泳 这是我说的 耐开腿 第三件事情呢 其实我推荐大家要睡好觉 很多人说 我怎么能够去提升免疫力呢 我不止一次地讲过来 免疫力不是提升 免疫力是平衡 而最好的 平衡免疫力的方式 就是睡觉 一个人只要睡好觉了 那他大概率 他的身体的机能是好的 我们非常多的慢性疾病 其实都是从睡不好觉开始的 所以每一个人 应该能够建立起自己一个 良好的睡眠的习惯 什么叫良好的睡眠习惯 规律性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早睡早起 也不是说大家都要去熬夜 而是你不能今天八点岁 明天半夜两点岁 这会给你的睡眠系统 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你的生活中也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我们一般的成年人要睡多少呢 我们看到了全世界 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 对于现代人来讲 可能每一天六到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是相对比较合理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的睡眠周期 都是一个半小时 就是九十分钟的倍数 比如说 你睡四个睡眠周期 就是六小时 你睡五个睡眠周期 就是七个半小时 再加上半个小时的入睡 所以基本上六个半到八个小时 这个在上床的时间 可能能够让大部分人去应对 下来一天繁重的工作 不要天天想着熬夜 我们现在有越来越的文献看到了 可能你在二十五岁的连续熬夜 会在你五十岁以后 逐渐可能对你的身体 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所以归根结底 风无常意饭养粮 不能因为自己年轻 就过分地去伤害自己的身体 那睡好觉以外 我还要强调的是 做好事 大家不要忽略了 其实做好事 会对你有一个正能量的反馈 这样的一些正能量的反馈 会让你这一天都觉得 人是有光彩的 我不敢说 举头三尺有神明 但是举头三尺一定有规律 如果我们相信 善有善报 那这件事情就会让你长期的处于一种 比较健康 阳光 正能量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 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种最好的养生 最后一个呢 我推荐大家一定要高兴起来 所谓乐天派 我们统计了非常多的百岁老人 大家都能讲出非常非常多的 这些习惯 唯一的共性是什么 就是乐观 或者说达观 我经常说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乐观的法语词 并不是悲观 而是不乐观 悲观的法语词 也不是乐观 而是不悲观 我们慢慢地能活到一个 相对来讲平和的状态 有的时候平和不了 就更加开心一点 这么去想的话 我们整个人的身体 就会处于一个 身心和谐的一个状态 我们的寿命 就是这样大幅度地向前延长 你肯定会问我了 那么人类寿命的极限 到底是多少 在过去 我们确实认为 120岁是大概的一个上限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可以去推算 特别是在我们过去的 吉尼斯世界记录当中 我们看到的 目前有准确地 出生证明的这部分老人 他大概就是 120 119到121 就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可不能说 我到哪一个旅游检查去 有一个老爷爷老奶 说我已经活到150岁了 其实大家不要信 因为他拿不出 准确地出生证明 但是因为这几年 我们的 对于整个长寿的研究 抗衰老的研究 大幅度地取得了突破 所以去年有一本书 叫《年龄革命》 它的作者叫希尔盖洋 原来是一个房地产商 后来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就开始 想去做长寿研究了 他跟我讨论的一个 最主要的话题是 我不是简单地说 我要活到200岁 而是我希望 我要能在25岁的身体里 还要活到200岁 我要活得足够长 我要活得足够年轻和健康 我想这也是一个 蛮重要的事情 不然可能你活了200岁 但120岁以后 你就处于一个植物人的状态 这样的没有质量的寿命延长 又有什么意义呢 华大金的董事长 也算是我们的老师 王健先生 他其实很有趣 他在60岁的时候 专门给自己做了一个杯 你看一看 上面写的是 1954到2074 刚好是120岁 我们董事长的 讲话的风格 就是这个样子 你问他 你怎么能做到 他会告诉你 我要生得对 保养好 活得长 死得快 大家当时一听就笑了 说什么叫死得快呢 他说死的时候 我们就痛快点 要不然一死死个几个月 你痛苦 别人也痛苦 觉得不好听 后来我们就说 那就是活得好又长 走得快而安 轻轻地我走了 恰如我轻轻地来 挥一挥一袖 咱们也为后面的人 结尾点医保吧 大家就当一个玩笑话听 但归根结底 有时候想一想 如果这一生 都活得很精彩 走的时候 也非常地潇洒 这未尝不是一件 幸福的事情了 作为华大基因的董事长 我们肯定对他的健康 是非常地重视保护的 他的肠道军群 我们是可以定期 跟踪进行对应性的调整 包括情绪 因为这几年 对脑科学的这种研发进展 我们对于脑磁的研究 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发现 是可以有效地 进行一些脑磁的干预 帮助他解决一些 包括睡眠问题 等等这样的一些黑科技 都已经出来了 当然 如果我们想想2000年前 那个时候 你说一个人能活多久呢 所谓不谋万事者 不足谋一时 大家思考一下 古罗马古希腊的时候 一个人能活多大的岁数呢 那个时候人类的平均社税 其实还不到28岁 大家说好像知道 像西伯克拉底 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 他们好像都活得很大的年纪 幸存者偏差 那确实这个样子 因为大部分人 实际上是没有记录的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人 死得这么早呢 首先就是瘟疫 包括传染病 然后可能是因为 比如说饥饿 营养不良 然后就是战争等等 当时整个对抗自然的能力 还是很弱 而如果讨论到今天的中国 比如说中国现在的预期寿命 已经是78.9岁了 这个数字在全球看起来 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我应该说 在全界范围来看 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 相比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等 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 我们在整个的人均预期寿命 健康预期寿命 在全球大概都是排40倍左右 特别是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 比美国其实还高一点 大家集体是有一个养熟的概念 一个美国人一辈子 在他的医疗花费上 差不多是中国的19倍 美国所有的医疗健康的卫生支出 占到美国总的GDP的18%左右 而中国只有7%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应该非常多地 归功于我们的公共卫生 包括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养生的 哲学当中 我们是有这种天人合一的概念 它也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那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中国的长寿之枪在哪里 大家可能下意识会反映 比如说巴马呀 或者比如说像如高啊 像金瓶啊 大家都会讲出这样的一些地方 我们的确看到了 在这些县域 他们有非常多的超过百岁的群体 但是这个人口激素还不足够大 如果我们把一个区域 至少要大于1000万人口 作为一个指标的话 你会发现中国的长寿之桥 其实恰恰是北 上 深 广 航 这些区域 换言之 它还是跟这个区域的教育水平 医疗水平 整体的这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 是修计相关的 毕竟 当我们离开了健康预期寿命之后 后面的寿命的延长 还是要靠这个城市的综合能力的支撑 特别是医学水平的高低来决定 但无论如何 我们以前讲人生七十古来西 而今天 我们平均一期寿命都已经快到八十了 所以如果说这个人七十岁就走了 大家都会惋惜 七十岁就走了 我们就是一代一代的 活得越来越长 我们当然是历史上 寿命最长的一代之人 也算是我们的技术上 第一代有机会实现永生的群体 我这里没有考虑伦理 因为毕竟我是反对 我们每一个人个体永生 那我们且不是永生 我们有没有机会 让今天的国人 可以大家集体携手迈进百岁人生呢 从全球来看 最先撞陷的其实是日本 日本作为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 它也是当下全世界人区寿命最长的国家 所以还早在安倍晋三的时候 2017年的时候 日本当时就建了一个叫 人生百年时代构想推进史 换言之 我们就是这样的寿命越来越长了 我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其实老龄化 少子化 在全世界非常多的国家 包括中国也都出现了 我们今天要面对的 就是退休以后 还有几十年 你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来做好准备呢 为了这个百岁人生时代 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建议 比如说 如果刚才说的是 迈开腿 那么为了应对我们的百年人生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保持 长久锻炼的这样一个习惯 我见到我非常多的这些企业家朋友 包括一些大的科学家 科研工作者的朋友 他们如果在八十岁九十岁 还能保持比较旺盛的工作经历的话 你问他 他都有这种 从差不多初中开始 这样的一个长久锻炼的一些习惯 然后我会推荐您 要一直保持忙碌 大部分人不是因为忙死的 都是因为闲死 如果你不被别人所需要 那你可能会觉得 你对这个社会就没有价值了 所以保持忙碌 是维系自己长寿一个好的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要多交自由 所谓人生得以知己足矣 知我者二三子性矣 我们每一个人 总会有一些需要去分享 不管是吐槽 还是有喜悦 大家都希望有知心的人 能够去分享 所以希望每一个人 都有一些自己的好朋友 不是天哪拉着你抽烟喝酒的 他应该可以是你的家人 你的爱人 他应该是你的 可以去分享这些喜怒哀乐的好朋友 然后我们还要终身学习 没有办法 我们过去的求学 大概到二十几岁就结束了 而今天终身学习 要跟得上时代的节奏 这就是我们百岁人生时代 所必然要去遵循的 这样的一种习惯和规则 那为了改进我们人类的这些健康水平 应该说全二级的科学家都一直在努力 比如说更早期的去诊断出肿瘤 帮助大家去对抗很多的脉性疾病 并且正在攻克 像帕金森 阿尔兹海默这一类的 我们叫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 包括因为人工智能的活跃 我们开始讨论 如何有更好的私人医生助理 如何能够把意识上云 实现一个数字孪生等等 这些技术都开始奔驰踏踏来 我从来不太担心 人类能不能实现上述的技术 包括这里面很多的技术都已经初见端倪 我只是担心 我们会不会把今天的这些精准医学 变成了精英医学 从而让生命变得更加的不平等呢 以后有钱的人活200岁 没钱的人活20岁 什么逃出科隆岛 时间管理局等等 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些科幻电影 由于大家财富的不均衡 而造成我们整个的生命不平等 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一个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觉得为了面对我们未来的百岁人生 大家一定要牢牢地记住 防大于智 那从历史上看 比如说天花 我们人类其实到今天 也没有办法有效地去治愈天花 但是为什么 全然界在1979年可以告别天花呢 就是因为我们大规模的 这样的天花疫苗的接种 最后都是在孟加拉 在巴基斯坦 在印度 在非洲 因为无国界医生的行动 使得天花疫苗在全然界各地 大家都可以去接种了 所以人类就集体告别了天花 这很重要 我们不是会治了 而是我们集体就防住了 同样的 如果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 我们把大规模的 不管是基因检测 或者是影像学 筛场 可以用在疾病的早期呢 我们就像核酸检测那个样子 我们去做 比如说 结束肠癌的防控 公颈癌的防控 我们就可以把 这些治不好 或治不起的遗传病 或者是中晚期的恶性肿瘤 把它逐渐地 告别在膜牙当中 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一个问题 毕竟我们在预防上投入一块钱 是有可能在治疗上省下十块钱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三句话 那第一句话叫做 罕见病都是正常人生的 注意 我这里的正常人是打引号的 什么意思呢 你想一想 如果是一个罕见病的患者 他能够结婚 并且拥有后代的几率是极小的 所以 我们看到一个罕见病的患者 他的父母 可能都是我们看似的正常人 我正常这么讲 什么意思呢 因为 我们没有人 在基因上是完美 每一个人 包括我在内 都携带了 七到十个有害的基因突变 注意 你只是携带 你并没有发病 重要的是 你的另一半 你的老公或者是你的老婆 不能跟你在同一个基因上 携带 比如说相近的这个突变 那么你的这个后代 就有非常高的概率 会罹患罕见病 这就是说 我们真的要做好 孕前 产前 包括新生儿 这个期间的一个基因的筛产 这是第一句话 就所谓的罕见病 都是正常人生的 千万别觉得 您的祖上八代都没有罕见病 你就忽视了 我们对下一代的这个体检 第二句话 跟每个人都相关 叫没有突然发生的肿瘤 只有突然发现的癌症 为什么我前面用的是肿瘤 后面用的是癌症呢 因为肿瘤分成了 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 就等于癌症 有没有良性癌症 没有这个词 那什么是良性肿瘤 那脸上长一个痘 也可以叫算是良性肿瘤 归根结底是在于 我们要明白 从一个最开始的增生 膝肉 慢慢地变成一个不可收拾的 癌前病变和癌症 这个时间短的也要一年半载 长的要长达十几年的时间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 靠谱的防癌的检测的方式用上 我们就可以使每一个人 远离中晚期的走流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走流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正常细胞的突变 所以你说有什么技术 能让大家不得肿瘤或癌症 这是做不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更早地去发现 不管是什么样的肿瘤 只要发现得早 这个时候处理的方式就有很多种 包括它治疗的费用 包括这个病人 他所有后期的生存质量 我从卫生经济学来看 是非常的合理和划算 最后一个 就是病因不明的时候 不要乱用抗生素 其实我相信在新冠疫情以后 大家都对我们的整个微生物感染 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 比如说去年有一段时间 致原体闹得特别厉害 我们也知道了 如果被致原体感染 你吃头包是没有用的 你应该吃什么 就算是忙吃 你应该去考虑阿奇梅素 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在于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感染 都是细菌引起的 而抗生素只是针对于细菌 且不是所有的细菌 都可以用同一种抗生素 抗生素也有自己的 所谓的对症下药的这一部分 载谱的或者是广谱的 所以我们未来 想去研究精准治疗之前 必须考虑精准诊断 那这几个案例 可能都是给我们人类 如何面对百岁人生当中 遇到的大大小小的这些坎 为我们的精准医疗 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撑 你可能会问我 人类为什么会变老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细胞就可以 一代又一代地延续 那不就可以不老了吗 比如说一个单细胞生物 它会老吗 一个大小杆菌 一边二 二边四 四边八 它老了吗 别忘了 人类是一个多细胞的系统 我们每一个人 也有高达数十万一个细胞 我们还真的就会老 但是这几年 科学家越来越多地 开始去揭秘这些衰老的密码了 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个基本的现象 比如说 我们就说老鼠吧 老鼠和人类的基因 差不多都是两万多个基因 而我们的基因组的 总的代码量也差不多 都是大概五十亿到六十亿 这个范围 但老鼠只能活两年 地上鼠 而人类是可以活过百岁的 你是说老鼠的细胞不行了吗 它只活了两年 它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拥有同样程序代码量 我们拥有比较相近的基因 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寿命的状态 就告诉我们了 有可能衰老是软件 而不是硬件决定 也就是说老鼠的基因当中的程序代码 是告诉老鼠 你只能活两年 到那个点上 我就要让你进入到一个死亡的程序了 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 我们是可以去干预 我们人类衰老的这个生物中的 反正就是调软件吧 我们可以通过饮食的阶段 控制限制我们的热量的摄入 包括实验动物当中 像献虫 包括老鼠 它的寿命会延长 也随着我们的技术的进步 我们可以通过像一些雷帕梅素 包括斯米格鲁泰等等 它们都是通过药物 或者是通过基因进行对应的调节 整体来讲 我们已经慢慢地接受了 衰老主要是我们身体软件设计缺陷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理解这件事情 我其实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是 衰老是一个心理概念 只有你觉得你老了 你才真的老了 其实是你心老了 并不是你的头上有了这些白发 而是您的脑中开始不接受这些新的想法 随着我们人类寿命越来越长 我也在此呼吁 我们依然是应该多给年轻人机会 前不久我也看到了 我们科技部长讲到了 现在有条件的科研机构 应该能把现在非常多的科研经费 给到35岁以下的群体 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历史上 能够做出对科学重大突破性贡献 颠覆式理论创新的 绝大部分是什么岁数做出来的呢 差不多是25到40岁这一个范围 当然他们获得 比如说获得诺奖 可能已经要又经过几十年的一个证明 所以诺奖 大概获奖者都是在60岁以上了 但是奖励的他是年轻时候的共主 我们也是史无前例地面对 可能四代人或五代人 在一起共同地分享这个世界 我们半开玩笑的也会这么讲 世界是您的也是我的 但是归根结底 还是属于那些身体好活得久的 我们在这种寿命越来越长的同时 我们能不能更有机会 让不同代际的人其乐融融 去焕发出我们人类多样性的 这样的一个善良和美呢 我们能不能就像上一代 把机会传给我们一样 我们能够把这些机会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呢 这其实是蛮挑战人类的智慧的 归根结底呢 因为我们人类的寿命更加地长 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从容地 去规划你的百岁人生 希望我们等半每一天都活得 非常的充实 非常的精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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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